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去看咱们了解了 开发一个网站需要的构件是很多的 对不对 其中咱们介绍了一个最主要的 什么浏览器 虽然在开发中 咱们用它 肯定得是天天用的东西 对不对 但是呢 现在你学的一些知识就差不多了 注重后期注重它的兼容性的解决和浏览器自带的一些工具上的一些应用 好吧 嗯 我们再看一下 做界面咱们需要三种技术来完成 对吧 一个界面三种技术完成 做什么呢 一个是超文的标记员 HTML 那咱们看一下什么是HTML 咱先把这句话 拿过来 然后我们在这儿画个图 首先我们来做一下 把这句话先放在这儿 首先它是一种语言 能分出来吧 那是语言就是编程度的 对不对 咱都知道 什么成为一个语言呢 语言是用一个交流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妹子咱俩交流 是不是用的是一种语言 那我跟奥巴马交流 是不是也是用的一种语言 对不对 那这是交流的 对不对 那交流上的是生物中的语言 人和人之间交流 对不对 那如果我和电脑交流 对吧 我和奥巴马交流用英文 我和电脑交流就得用计算机的语言 对吧 因为他听不懂普通话呀 对不对 那就得用电脑的去交流 那电脑对于语言去交流呢 那你就得会他能理解的 对不对 他理解就是CPU能执行的 对吧 所以所谓的计算机语 就是你跟电脑说话 他能听懂 按照你下达的命令去执行 那就是一段程序 比如说你要他干个一个业务 这个业务有十个部组上的 对不对 你给他下十条指令 跟他说十句话 他按十条指令一执行 你成一执就出来了 对吧 成为一种语言 那他又是一种什么呢 一种是标记语言 对吧 也就说明了这个语言的风格 是用标记标出来的 比如说 这块有一行 比如说 妹子 对不对 对 我想强调一下妹子 我这块加一个B标签 你看 就在妹子两边加个标记 那咱说RTM是谁运行它的 浏览器 浏览器看到这个的时候 一看到妹子了 它不光显示 外层是有个标记 按照这个标记来 突出显示这个妹子 那这标记怎么突出呢 是让妹子变粗的 不是让妹子变粗 要妹子在哪字 变成粗体字的 听说吧 那浏览器解释的时候 遇到哪个标记 就将标记标识的文字 让它变成标记的本身 想体现的功能 就这意思 所以叫做标记语言 听说吧 在咱们后边的课程里边 咱们会单独拿出一记来 咱第一记就用PSP 对不对 大家如果对RTM有不理解的地方 对吧 或者是没学过RTM的地方 你可以看咱们早期的那些视频 去了解一下RTM 如果你稍稍了解的话 你可以直接跳过 对不对 来学习什么 来学习咱们PIRP部分 那后期呢 咱们会重新的用现在这种格式 去用这种RTM 对不对 所以给大家提个醒 所以标记语言清楚了吧 浏览RTM这种语言 是文本式的脚本 浏览器解释它 浏览器遇到什么标记 就让标题的文本变成什么样 明白这意思吗 嗯 然后 文本 什么意思呢 文本 文本文档 对文本文档 就是文本对不对 但是那是普通的文本 的确是RTM会写在这个普通文本里边 对不对 那咱们现在要的是 还有一个字 超 对不对 超人 超能力 对不对 超文本 这能力就比文本 因为文本只能写字 是这意思吧 而超文本 超过了文本的能力 对吧 那不光是在这个文本上放字 你还可以放图片 你还可以放连接 你还可以放声音 你还可以放动画 对吧 还可以处理一些特效 所以这叫超文本 那这些 就是RTM的一个概念 好吧 那RTM就是内容具体 咱们后边会介绍 对不对 那RTM作用 咱说在外边开发构件中 它的作用是干嘛的呢 大家记住了 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超文本的作用 RTM作用 就是将内容放到网页上 可以调整一些简单的格式 就这些东西 是什么 比如说都将什么放网页上 咱网页上 没得你能看见的 就是什么 有图片 文字 还有呢 表单 图片 连接的动画 表格 连接 对吧 这些都是网页上能放的那种 对不对 所以呢 你通过这天门 轻轻松松 就能把刚刚说的那些内容 往网站上放 然后用一些表格和列表 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布局 对吧 那页面上的内容是不是就有了 比如文章标题 文章内容 文章作者 什么都可以用这天门放上去 对吧 放上去之后 就是他的活 对吧 所以呢 轻轻天门 非常的容易 容易到什么程度 当然对于我来说有可能容易 对于大家新手来说不见得 对不对 是高老师说站着说话不腰疼 其实我站着腰也挺疼的 但是不是说这句话腰疼的 因为对于一些专专业开发人来说 而tml和csi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不算是技术了 就像比如说你学英文26个字母对你来说它算是很技术的东西吗 对吧 和基本的一些单词是不是都不算了 对不对 那如果你是专业的开发人员 那rtml就像那他学英文26字母和简单的一些单词而已 就是这个作用 知道吧 所以内容放的标签是不是会rtml吧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学这个 对吧 这是一个后点必须有的 对吧 那咱们把内容放到页面上 是不是页面会很难看呢 对吧 那我们需要对这个内容进行美化 给它画多 对不对 就是改变它的样子 也就是样式 对不对 然后也得有一些布局吧 什么方法哪好看 什么多分多高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得用css 那css是层叠样式表 干嘛的 就是给你放上去的tml 这个内容做美化用的 你要不会css 你放到页面 用动脑上就很愣 对不对 傻乎乎的一个页面 不好看 对不对 当然也能体现内容 对吧 如果你像它美观一些 对不对 好看一些 对吧 用的体验更好一些 那么你给它穿上这件衣服 对吧 用css给它画画桌 它就漂亮了 比如妹子 对吧 他现在就是填上了内容 妹子嘛 两次妹子 你如果想要妹子更漂亮的话 你就可以用css给它画画桌 比如说穿个婚纱 你就可以领个家去 对吧 所以css干什么 我都知道了吧 那css不能单独系 而tml可以单独用 拿出来 tml单独用 是不是就OK了 对吧 放内容 但是css单独用 没 他就给人tml化妆了 对不对 你要是将它化妆品 是给人化妆的 没有人 你用化妆品 就没有 对不对 所以css不能单独运行 它是配合 tml去运行的 那块页面了 那这两个如果都有了 这两个如果都有了 那界面基本上能处理 对吧 但是咱们做网站的时候要记住 页面上还会有一些特效 就知道吧 对 动的东西 对吧 需要人为去控制东西 根据时间去改变一些东西 对吧 那这些特效 都是tml是放东西的 css是改变 做一些布局 和改变外观的 能力仅限于如此 是不是这意思 对吧 那么如果我想浏览器里边 比如说一个图片 在一边上飘来飘去 我想它什么 用户控制 咱们改变一些东西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 加了几块 加了几块 也是后边咱们重点的 一个系列的合成 对吧 难度比pdp双双轻轻轻 但是分盖上去 对吧 它难度也算是机器的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这个页面来说 看好了 整个页面的rtml部分 那就是这个部分 你看吧 这就是rtm代码 对不对 对吧 这些都是rtm代码 如果我这会选中 看 这就是这一门 csi给一门化妆了 所以一门才这么美 对不对 那我这会刀 我们这块 对吧 这里边是加了 super gs的刀 看到了吗 所以这用工具 看的对不对 不用工具看的话 页面上放上内容 有什么 有logo是图片 对不对 菜单是列表 但是样子是不用css 这里边你看 在线咨询这些是特效 或者的管弄去骗滚来滚去的特效 对不对 看到了吗 那这些都是什么 都属于 对 gs写的 你看这会滚动 这些情形 是不是都在滚动的 这个页面 对吧 你看 这些都是用gs写的 rtrmgs还放不着 对吧 所以呢 只有这三折你都学会了 让它怎么办 完美的配合 咱们才能 想要什么页面 有什么页面 那如果你学会这个 你就可以写外边1.0的时代的什么 静态网页 对吧 那么写静态网页是外边1.0 现在是外边2.0的时代 对不对 由于时间关系 咱们先叫到这里 这节目咱们就介绍 rtm是干嘛的 css干嘛的 加速是干嘛的 记住三者配合 才能出现美妙的页面 知道吗 而这三者都是由浏览器解释的 真的吗 服务器的都要发给客户的 一定要浏览器解释的 就是这一点 那 时间关系咱就不一个也相说了 因为每一个知识点 咱们都要 如果要去讲的话 都会有一些 都会能成体系的课程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先就到这里 好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